哈囉 大家好 我是玄學專家小鈺老師 非常開心大家回到老師的頻道啦 哈囉 現在來跟大家分享什麼呢 來分享最近有網友問老師說 他在別的地方請供了音牌或是鼓慢之類的 他請供了之後呢 對方跟他說 你可能要做供養 也不出聲下司 或者是多做故事 那他由於對方可能沒有辦法正確回答他這個問題 所以他跑來問老師 他跟老師問的問題就是說 老師我想要請問一下說 那如果我今天家裡面不方便 可能點下司煙貢啊 或是貢飯菜 我能不能只做這些布施給他 然後回向給這音牌就可以了呢 那這問題我覺得蠻有趣的 那我就今天決定來跟大家來做一個分享 那我們必須要先把做下司 以及做布施這兩件事情 某種程度在音牌世界裡面 是必須要把它給分開的 那怎麼說這件事情呢 我們都了解說 我們下司給這些軌道 不管是拜飯菜或是做煙貢 我們是給他得以飽足 或是消除他的病痛 那我們做布施 是不是累積我們的福德之良 那福德之良是怎麼樣概念呢 就是我們在人世間 就是說想要升官發財 人緣好啊 各種的好事 是不是都必須要使用我們的福德之良 也就是說這個人沒有福報 他是不可能能夠賺到大錢 或者是沒辦法過到一個太好的生活 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那下司功德 下司當然本身也是有功德以及福德的 但是由於你是直接給這軌道眾生 你做這些東西回向給他的話 對不對 你給他的話是一個飽足的能量 比如說你給他飯菜 那所以這問題非常簡單 我能不能只做布施而不做下司給他呢 其實答案是絕對是不行的 怎麼去說這件事情呢 因為非常簡單 就像是你今天來上班 你必須要領薪水 那你也必須要吃飯 那你今天做布施回向給他 是不是等於給他這些福德之良給他 讓他得以有機會修行或是投胎 但是他沒有吃飯啊 他沒有辦法憑自己去把自己的這個 這個福德之良 他不可能自己去買便當的東西 所以必須要由你來供養他 下司給他 買飯菜給他 才有辦法得到飽足 也就是說這兩個東西是必須要並行的 這是為什麼很多人供養鷹牌啊 或是古曼他不能理解 有一些他可能只做供養 每天可能給古曼童養二多雞牌啊 或是拜飯菜做下司而已 但是這個本身的鷹牌啊 或是這些俗稱的古曼等等 他們是沒有辦法得到福德之良 沒有辦法得到福德之良 他們怎麼投胎呢 那你反之你只給他福德之良 但是他現在這個過渡期 他沒有辦法吃飯 他沒有能量啊 你了解我意思嗎 所以老師基本上會告訴你說 如果你今天有養鷹牌或是養古曼童 你絕對不能只有給他吃飯 像我有看到過一些比較偏激的說法 就是說 他就每天給他雞排啊 給他養樂多啊 給他飯菜等等的 但是你要了解一件事情 今天這些師傅很慈悲 做這些鷹牌或是古曼來給你奉養 來幫助你 並不是為了要給他們吃飯 而是來累積福德之良 因為他來幫助你順了 你做功德給他 你做功德給他呢 讓他有機會去超脫投胎 所以這是一種陰陽兩立的行為 而如果你只有做布施 當然是非常的好 但是他還是要吃飯啊 你懂維生的嗎 因為他沒有辦法 他不像那些神佛一樣有很多的香火 譬如說像四面佛啊等等 他今天就算是你不供他 其他地方很多地方也在供他 所以他不缺這些香火的 你了解維生嗎 但是你這些鷹牌的話 可能只有你在供他 所以他必須要給他 所以不管怎麼樣 你如果要請供鷹牌或古曼 應該正確的講法是 你可以供養他 不一定做布施 做布施是加分 因為等於是給他薪水 但是呢 你一定要給他食物 你一定要給他飯菜吃 你了解維生嗎 就像是你今天 可以不領薪水 但是你一定要吃飯 但是你不能只領薪水 但是他不給你吃飯 這是會出事的 你了解維生嗎 所以這一篇呢 我相信應該講到這邊 應該大家已經很了解這個邏輯性了 就是如果今天養了鷹牌 我可以只做布施 不做貢糧嗎 不做夏思嗎 這是不行的 因為他會肚子餓 那如果你只做夏思 而不做布施 當然 其實基本上是比較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今天真的想要越來越好 你就不需要做布施 因為這些鷹牌可能會拿你的福德之糧 去換取你現世中的一些 譬如說財運啊 感情各種好事情 但他領取完的時候 你可能運氣就會不好 這些就是很多人說 為什麼養鬼最後會不好的原因 就是這邊 所以你必須要並行 所以你夏思要做 布施也要做 才能夠真正的越來越好 好不好 那我相信講到這邊 如果你應該是聽得懂了啦 如果聽不懂 你再私訊問老師吧 好不好 那一樣這邊就講到這邊為止 有喜歡朋友一樣幫老師訂閱按讚以及分享喔